哈喽,大家好,我是启创建,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新闻,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新闻 这个新闻呢,就是昨天安化 他对外发表了一个言论,就是说呢 这一段时间呢,他很了解现在处于一个处境 就是呢,因为这个火箭 马来人多数都不喜欢这个火箭 所以他自己的公正党,包括他自己本身 都受到的这个行动党的连累 害他的马来支持率跌 但是,以此同时呢,他并不会放弃掉这个火箭 他要坚持他的原则,必须要跟这个火箭继续走下去 这个就是他说完的说有话 其实呢,没有什么内容,主要也是抱怨一下 你看,火箭害到我这样惨 但是我还是很有原则的人,我还是跟你走下去 OK,安化的部分我讲完了啦 现在来讲一下我自己想讲的部分 OK,针对安化这一句话呢 我只有一个结论就是呢,其实安化说的是实话 他说的真的是实话 但是,我要说但是了 OK 像我之前,我一路来我都讲了很多次的 大家也是听到很显的,就是火箭 confirm是把马来票下走了 这是肯定的事情 然后我也讲过很多次了 现在的西联没有办法再吸取马来票 就是因为有火箭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我已经讲了很多次了 所以安化现在再重复讲这个也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 也没有必要否认的,这是事实了 现在我要继续讲但是 但是,安化应该把这笔账弹开来算一下 OK,你算一下 你现在公正党 你仅存的那些议席是在什么地方? 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 自己去想一下 多数是在城市 然后你纵观你公正党所得选票里面 绝大多数是什么人给你票? 一样,跟新党党一样,也是华人给你票 马来人给公正党的票是很少 OK 然后呢 你想一下,如果一个情况 如果今天你公正党 跟行动党断脚的话 你觉得你这些华人票还可以保持吗? 你想一下你这些华人票里面有多少%是因为支持行动党 而把这个票给你共产党 如果你共产党跟行动党断脚 你这些华人票起码要不见到67% 80%不奇怪 最高80%了 不奇怪 那你想一下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你今天跟行动党断脚 你用那些丢掉的华人票 来换回来那些回新转易的马来票 就是因为你跟行动党断脚了,所以那些马来票回来 你这两个不要比较一下 你觉得你丢掉的华人票比较多还是你重新得回的马来票比较多? 我可以跟你打保票 你丢掉的华人票比较多 我讲这些不是没有根据的 我就说了 大家看回去 2004年的大选 2004年大选就是308之前的那一届大选 那一届大选是巴克拉的时代 然后是国政胜到最回皇的时代 那一届大选也发生一个特别的事情就是 公正党跟行动党是没有合体的 他们那时候是处于一个断交的状态 所以你看那时候公正党积产 据我所知公正党好像只殊胜安华老国一席罢了 其他输到完完 华人票不见到完 马来票得回来的也不多 已经有一次例子了 你知道的 OK 所以了 你想一下 还有第二个例子 就是呢 我就说土团 土团就是一个例子 他跟行动党断交 他就坐在那边重新等那些马来票回来 与此同时之前给他的华人票也断到完 土团你看他现在 虽然他可以拿回一些重新回来的马来票 但是这个票数要跟巫统比的话呢 是远远不能比的 然后他又丢掉了原来的华人票 所以他就在那边不上不下这样 你想赢没有你的份 你想输又不至于输得太惨 好 OK 所以可以想象的是你共振党呢 如果你今天跟行动党断交的话 你很有可能就是像土团这样 不上不下这样 OK这是很可能的 这个不是我讲吧 这是已经发生的事情了 所以就这两个例子 一个是2004年那年你跟行动党断交 结果你怎样 然后还有第二个例子 就是土团也就等于你讲的 就跟行动党断交了出来 来重新吸纳马来票结果他怎样 所以自己想一下 所以呢 公政党跟行动党做的这一笔生意呢 肯定是有赚的 因为呢 他得到的华人票比他失去的马来票更多 这是肯定的事情 OK So 我们讲一些未来的事情 就是呢 所以呢 安华这一轮讲这个话 其实也是多来讲的 他自己都承认他多来讲的 就是 虽然行动党害到我这样惨 但是我依然坚持我的原则 要跟行动党继续走下去 所以他自己都承认是多来讲的 OK 这些都是口水战没有什么必要在讲 OK 我们讲一些比较实际的 就是接下来要怎样 公政党呢 老实说 我给公政党一些建议 就是呢 公政党呢 真的是不能太过依赖 这个行动党的华人票 还有在城市的华人票 然后如果公政党呢 只是一直在守在这些城市选区 不去攻那些乡村选区 原地踏步罢了 对谁都没有好处了 我坦白说 讲到这里呢 可能公政党呢 会吐槽就是说 你行动党为什么不去攻那乡村地区 就你要看情况嘛 就是嘛 行动党去攻那些乡村地区 是以软及时嘛 对大家都没好处了 你放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比较有优势的 一个是比较劣势的 然后呢 你的最终目标是可以赢下这个地方是最好 这种情况之下 你要把劣势选手放下去 还是把优势选手放下去 还是把优势选手放下去 你当然是放优势选手下去了 OK 我意思说 如果是一个乡村地区 一个乡村地区呢 马来选民是相对比较多 而且是多很多 五六七十八千那种 OK 这种情况你认为你是放一个公政党的候选人下去 比较有优势 还是放一个行动党的候选人下去比较有优势 肯定是公政党的候选人下去比较有优势 如此的话 你硬硬逼行动党去打这个有什么意义呢 我问你 所以啦 用脑想一下都知道啦 OK 所以 我的意思就是说呢 真的 不论是公政党还是行动党 都不能在原地踏步了 行动党可以说呢 是处于一个相对被动的状态 他已经动弹不得了 他太过被锁死在华人的范围里面 他已经动弹不得了 所以 要突围而出的话 老实说 真的是要靠公政党 要突围而出 要靠公政党 就是看公政党如何突破吗 来选民这一块蛋糕 你要说永远突破不了 未必的 其实是有机会突破的 只是事在人为 而且需要一些时间 就是 我就说一下我个人的看法啦 就是 如果我现在是公政党的竞选主任 OK 我会怎样做 你知道吗 我现在呢 我首先我会去所有的乡区 找一些装脚 所谓的装脚就是呢 那些乡区呢 有一个当地的负责人 然后那个当地的负责人呢 他有一个角色就是 他可以帮忙散播消息给那一个地方的人 OK 最好是那些呢 已经从那个地方搬来城市 然后已经是完全经过城市化西里了 这些人随时可以回去他们的感冒 传达信息的那种人 OK 所以先找出这些装脚出来 OK 然后呢 之后呢 这些装脚呢 他们负责的工作呢 就是呢 他们必须要最大程度上呢 可以有一个network 可以随时联络完整个村的人 最好是他手上已经掌握了一个WhatsApp 还是Telegram群 是可以 发一个信息 可以整村的人都看到的那种 OK 这个是装脚的设定 第二个 你有了装脚过后呢 你就要想一下 你要传达一些什么内容给他们 OK 我们的目标就是很简单的 就是你身为一个共产党 你要怎样打败巫统 你认为什么样的内容对巫统是最不利的 我个人认为 我一路来我的主张 对巫统最不利的一个内容呢 就是呢 你必须要向广大的马来选民展示出 巫统的贵族们 还有彭党 跟广大的马来穷人们之间的贫富悬殊 必须要强烈的把它视觉化 把它具体的展现出来 这个是对巫统最不利的东西 是我的话呢 我会精心的打造了一些的那个宣传的材料 就是专门凸显出那些巫统的权规还有盆党 他们锦衣衣食的画面 他们住大屋 驾踏车 娶三四个老婆 每天全家出外国旅行 那种之类的啦 OK 把这些材料全部视觉化 具体化 然后把它包装成一个材料 通过这些装奖人 散发去给他们干统的人 就是给干统的人知道 你们一路来所信仰的这些巫统领导们 他们在过着怎么样 锦衣衣食 酒吃肉铃的生活 但是你看你们这些支持者 广大支持者 你们每天还在七七餐餐 不知道下一餐要去哪里找 有些水电费也还不起 你们支持他们 你们得到了什么 他们每天告诉你是华人抢走你们的钱 但是你们想一下现在享受荣华富贵的是谁 我没有办法在这个短短的视频讲完全不出来 但是我只是大概的理出一个这样的方向 所以呢 共产党应该要做的就是 在乡村找一个装脚 然后把这些材料做好 包装好 然后呢 叫这个装脚 散发去他的乡村 这么一来呢 就有机会可以突破这个乡村 我非常的希望看到 可能有一天 这个行动党依然是包办城市选区 所以行动党的范围呢 都大概就是在那边 你要他扩大版图比较困难 但是其实呢 论potential来说 论可以扩张版图的潜质来说 公正党是更高的 因为公正党呢 还有一大片的那个 马来选民的处女帝还没有开发 如果公正党有办法突破那些 这么大片的马来处女帝的话呢 他的版图会更大 可以比行动党大上两倍三倍都可以了 所以我衷心祝福公正党有一天可以强大如此 所以我讲到底了 OK 安话也没有必要再讲这些话了 讲了也没有意义了 真正应该要想的是 我们之后要怎样向前走向前看 OK 我们现在呢 我们还有一个重点的优势 我必须以这一句为总结 就是呢 我们重点的优势就是呢 今天这个武统 依然是我们60年来认识的那个武统 他没有改变过 这个是我们唯一的优势 因为这样的武统 你要他倒是指日可待的 时间的问题吧 OK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拜拜